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带给大家圆神4.8卡池安排实锤 比欧拉还惨的角色来了 参赫将被丢混词 圆神吊香是在梅丽埃技能描述 倍率讯息,以及对应专务讯息 各位大佬好呀 从一位非常可靠的内鬼刚透露的消息来看 4.8卡池已经实锤了 4位角色分别是调香师 莱欧,妮露和纳维亚 妮露和纳维亚因为有剧情 所以会在下半 当然,也不排除上半条妮 下半莱纳 回看申赫 这个版本再不复刻就不礼貌了 快500天了 是要准备绝版吗 这次不跟着莱欧复刻的话 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复刻了 不过貌似出皮肤的不复刻 一直都是这样 而且申赫这次不跟莱欧 大概率是要等到5.0版本去了 他还差一次进混池 如此一来 那申赫就是原神第一个整个大版本 都不复刻的角色了 优拉都不带这样的 而且如果4月8日没申赫 你猜在下一个纳塔新兵C出来之前 他还会有复刻的机会吗 别告诉我 申赫能和西巴拉克或者火神一起up 对于申赫的不复刻 不少申赫除闷真的着急了 纷纷表示忍不了一点 我从3.5等到现在 申赫还不复刻 我缺的命座谁给我补啊 该骂这么离谱啊 不行直接删了当NPC吧 这就是典型的饥饿营销 传达出一个态度 每个角色F你都得珍惜 否则搞不好就藏你一年多 意料之中第四请 那维亚和莱欧的武器时 不太可能被策划下毒 那么申赫只能不复刻了 等等 真不懂申赫有什么好藏的 可能会有玩家觉得 是策划知道出了也没有人抽 但申赫流水其实还行 3.5神 生石超斗70加H 申赫抽取出比凌华还高 宵宫流水那么低 不还是复刻了很多次 现在老角色都榨不出油水了 不复刻申赫和经济考虑无关吧 也有玩家还是更倾向于认为 莱赫会一起复刻 不然申赫这个冰斧太尴尬了 下版本前期还得抬火器 再等下一个冰C 那得笨着600天不复刻去了 而且优拉虽然复刻间隔长 但毕竟一个大版本复刻了一次 申赫尼鲁都是这个大版本 一次都没复刻过的 另外 4月8日开混池是必然的 而且公子七七克勤甘雨这四位 也是必然会进池的 剩下两个位置 有消息说是夜兰胡桃 胡桃大概率是有的 毕竟马上火之国了 胡桃也必然会被针对 不过对于夜兰而言 说实话 夜兰还真没到进混池的地步 其实最好的办法 CS自己打自己的脸 把申赫扔混池 最街道欢声 艾梅里埃的V0技能情报 艾梅里埃 五星草系长枪角色 定位为脱手挂草燃烧系 技能如下 普攻没什么特别 就是四段普攻 就不细硕 战技 创造楼灯之霞 造成范围草伤 霞子会对周围敌人发射存入方吸 造成草伤 当周围存在燃烧反应时 匣子会产生并收集香蕴 每两份香蕴 即可使匣子升级 升级后 会多发射一枚存入方吸 并提升 造成伤害 匣子最多同时存在一个 最高二级 原激力为盲性 大招 召唤三级匣子 并摧毁已有匣子 匣子会持续释放 香蕴攻击范围内敌人 造成草伤 大招期间内 每0.3秒 降下一枚香蕴 每个目标 每0.7秒 只能被选中一次 大招结束后 会创造一级匣子 天赋一 每收集两枚香蕴 会对敌人 造成500%的草伤 该伤害视为战绩伤害 天赋二 艾美利埃创造匣子时 队伍角色 对燃烧伤害抗性 提升85% 天赋三 艾美利埃 对燃烧的敌人 造成伤害 提升36% 队员激化的敌人伤害 降低90% 命作一 战绩和天赋一的伤害 提升10% 当敌人触发燃烧反应 或者燃烧时 受到草原素伤害 额外生存一枚香蕴 每2.9秒可触发一次 命作二 匣子收集香蕴时 艾美利埃攻击力 提升10% 持续10秒 最多两层 命作三合五 不多索 命作四 大招持续时间增加2秒 被大招选为目标的冷却 降低0.3秒 命作六 释放战绩或者大招时 获得香肌留住 持续5秒 期间或者炒附魔 伤害提升等于艾美利埃 250%攻击力 辅攻和重击都可以产生香蕴等 该状态在产生四枚香蕴 或者持续时间结束后解除 每12秒最多触发一次 最后的专武效果 608攻击力白质 暴击率33.1% 特效 攻击力提升15% 对燃烧的敌人 或者触发燃烧的敌人 造成炒伤时 伤害提高18% 持续8秒 最高两层 层数叠满 或者持续时间结束时 恢复12点能量 每12秒可恢复一次能量 上述效果在后台也能触发 当你的天空突然 下起了大雨 那时我再为你眨眼 当你的法式微软 又只风吹过 那时我再忍出上面 在那边